大家好 我们这个频道每天都说有些人死了 最近很多人都在我们这个频道都死掉了 什么胡锡进 什么这个丁薛祥 什么王沪宁 是吧 什么韩正 一个一个的都死了 今天终于轮到最应该死的人死了 就是这个习近平老师 习近平同志 终于死了 这并不是我的遭遥 我只是传遥 完了以后呢 我们先听一听这个关于习近平同志 因病在北京实施的这个音乐背景 不是在我们的反动的油管上面传播的消息源 真正兴起这个谣言的 是大名鼎鼎的抖音 是吧 抖音这个东西是中国人办的公司呀 是吧 当然我知道抖音这个东西它有国内的抖音和这个国际的抖音 国际的抖音也是要听党的话呀 跟习主席走啊 与党中央国务院保持高度一致是不是 所以抖音上啊有头有真相去看一看啊 我都我就不放这个背景音乐了啊 反正就是那个共产党的大官死了以后 就那种音乐听得我难受死了 因为我才两个从小就听我第一次听的是毛泽东死了 是不是整个村里面田间低头都放那个音乐 当时我们特别傻啊毛主席他还会死吗 不是毛主席万岁吗 是不是 说要活一万岁怎么就会死呢 我们都不信 所以他造谣传谣 哎呦我们那个时候智妮真好 我那时候智妮就赶上我们的优管上面 推特上有些个中国老百姓的智妮呢 啊 说什么他都造谣啊 是不是 所以我们今天说习主席 习近平同志因变在北京试试 一定会有很多人说我们造谣传谣啊 他也太不像话了啊 但是事实就是如此啊 所以有人就这么说的啊 你看那个抖音上面很多人说的啊 说事实一次应该是不准确吧 习近平同志因变在北京试试 不能说试试 一定说是轰了 轰了是什么意思 我不懂啊 还有个人说是驾崩 是不是 说习近平同志驾崩啊 人家是皇上嘛 是不是 这个驾崩这个词是怎么了 为什么用到习主席的身上呢 因为中国著名的向人大师 这个叫什么来着 郭来刚的老师侯宝林 是吧 不是侯宝林 侯宝林是郭来刚的老师的老师啊 爷爷应该是 应该是 他是跟侯耀文学的吧 侯宝林老师有一句经典的台词 说驾出去 把他家给崩了 听听话 特别好听 所以你这个词很有意思 驾出去 你听到这个词 你又想起谁啊 想起习主席 把你胡主席 面瓜老师给当中就给驾出去 完了这会儿终于有人把习主席给驾出去了 而且把他给崩了 就是使称驾崩 是吧 你看还有一个朋友留言说 不对啊 我刚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我也在想 这不是抖音吗 抖音怎么造反 你胆子忒大点了 是吧 还有人说 如果习近平就这么死了 那倒是真是便宜他了 哎呀 他是没有善终的 如果他就这么死 说明他善终呗 还有人说现在还应该还没死 但是早晚的事情 我们等得着 是不是 以前那个什么 律师思维江老师就这么说话的 我们打不过你们 但是我们愿意等 我们等得起 我们等得着 他说还有人说 死了一个习近平不行 还得要死个共产党才行 只要共产党在 就有千千万万个习近平 这句话 这是我的观点 苏老师的观点 没有习近平 有李津平 没有李津平 有江津平 中国是一个 生产毛腊肉 生产细胞子的 这么一片肥沃的土地 你放心好了 我今儿个 在网上瞎看 我看到一个著名的公知 说了一段话 我真是我恶心的两个小时 很著名的公知 我就不点名了 因为我们认识 就说 我是不相信 西方人所说的 现在全世界 有些阴谋论 说苗苗这个东西是假的 是流氓政客 像全人类的意思 荼毒的行为 我绝对不信 为什么呀 因为我不相信 西方的政客都会撒谎 我不相信西方的政客会向他所服务的人民集体荼毒 我不相信 反正就不相信 我对美国的政治总是抱有一定的希望 美国是一个宪政国家 是个三权分立的国家 造这种谣没什么意思 这就是中国的最著名的知识人说的 真是 还有一个姐姐 也是很美丽的 也是个很有名的人 我也不点名 说的一句话更让我分脱 说什么呢 只要我们无产者联合起来 共产党就崩溃不了几天了 所以你想想吧 就这些个话 他怎么会没有习近平呢 是不是 没有习近平 有欧近平 没有习近平 还有什么李津平 真的 叫做什么 这是一片生产细胞子 生产毛纳肉 是吧 都沃土 你一定要记住 所以呢 我们预计的挺高兴 还有人说的 也挺好的 这是个理重课 他是怎么说呢 他说 几天前看到有人毫不含糊的 说齐心死了 口气似乎让人感觉 推特所有以这个 剧传散出来的死消息 都有了源头 第二天此人又说 这个齐心没死 以前的人会很严肃的 把生死看成天大的事情 不会随便瞎说 现今是道德沦落 如此也是很无语 你看这就是李中克 共产党啥信息都不让你知道 你遭遥有什么关系 你还李中克 是不是 共产党都已经把你搞怀孕了 你还说习主席没大套 你不觉得有毛病吗 哎 真是 所以我说过中国人都是蠢死的 不是穷死的 真的不是穷死的 哎 习主席死了 习主席被人架出去崩了 现在好多地方都在传这个消息 我估计啊 从现在开始你们看到的油管里面的 几乎所有的这个反大反社会主义的坏家伙都会 讲这个消息 但是我呢就跟这个北京的一帮穷兄弟呢 又又又又打了电话啊 又又又又写了邮件 没打电话啊 写邮件 他们就告诉我说什么呢 说这个事啊 他背后啊 有一场信息恶战 是这么一个意思 为什么这两天 有抖音来发出这么一个很严肃的 这么一个习主席因病去世的消息呢 非常严肃的去看啊 他搞了一个黑白的那个习近平的照片 完了以后呢 背景的是共产党的高官死去的音乐 而且是放在抖音上面 你想想 这肯定是不含糊的一个事情 为什么呢 是因为习主席现在跟有些人的泪斗啊 现在已经到了这个白日化的程度 但是有些人拿习近平也没办法 所以呢 就放出这么一个东西 就恶心他 那是个什么人的恶心 那是什么势力 什么人敢挑战我们习近平 造谣说习近平已经被人 嫁出去崩了呢 说他已经因病去世了呢 那当然呢 就是今天的另外一个新闻 所以我为什么 本来是要做两期节目的 我放到一块儿讲啊 就是公安部的副部长 前司法部的部长 前北京市公安局的局长 本来今天的王小红那个位置 或者说陈文青那个位置 应该是这个人的 这就是大命丁丁的啊 帅故了的帅呆了 酷毙了的傅政华 傅老师 今天终于就是承埃洛丁的被判了啊 习主席亲自敲定 是薄熙来倒台以来 是这个什么 盘的最重的 没有之一啊 薄熙来盘多少盘武器头行 是不是 盘的个武器 周永康也是武器 是吧 孙力军是多少 孙力军是20年 对吧 你就看他那些人吧 孟宏伟好像是18年 是吧 任志强的是18年 哎 傅政华判了个多少呢 判了个死缓 那就距离这个枪毙 就是一步之遥呗 就是不知道 习主席为什么最终 没有判他 立即执行 判了个死缓 所以说把这个傅政华 判的太狠了 傅政华是什么人 大家应该都知道 傅政华过去是周永康的马前卒 我今天看那个余杰老师 他说的啊 他说当时傅政华 他那是公干局的局长嘛 派了一队杀手 把他抓进去 差点把他打死了 最后这个 关键时刻 傅政华老师 作为公干局的局长 亲自出现 跟这个余杰谈话 说呢 过去 我们的这个宣传口的领导 没有处理好这个事情 本来你是我们的人 是吧 就因为呢 他是余杰老师 是把他分到这个鲁群文学院 是吧 是现代文学馆 做研究员 结果呢 那个时候的丁关根 直接就下令 不给这个余杰老师 安排工作 所以他一毕业 他就失业了 是吧 从此就走上了 这个反反社会主义的道路 说这个傅政华 他想他说 现在呢 有中央有领导 想宽 想意思就是饶恕你 这个意思 但是我们这些段时间 你知道吗 我们一直在等这个周书记的消息 周书记就是周永康 说只要周书记一个电话 我就可以把你给活埋了 就这个意思 就是傅政华当时说这个话 他是很不愿意把这个余杰放走的 那是因为有人说吧 这个事不能搞得太大 估计是美国的这个西纳里 他们介入了吧 应该是这么一个事情 所以傅政华本来是周永康的人 为周永康马前走 是吧 马前走完了以后呢 后来傅政康倒了吗 一头就扎到习主席的怀抱 他为什么跟习主席那么很快就掏惊呼呢 说这个傅政华与这个彭丽丸 在当北京是公开局局长的时候 就有一腿 因为傅政华这个人 他是很有才华的 他北京大学毕业的 而且呢 人长得帅呆了 哭毙了 比习主席帅 说当时这个傅政华 孙力军都是这样的人 孙力军是负担大学毕业的 而且他们两个人 都是正好把你的高伙搞进去了 没有 不是推进了大学生 说这个习主席 为什么要把这个傅政华判死缓呢 其实也就是为自己脑袋上的绿帽子 抱了这个绿帽子的这么一个仇 就这么一个意思 所以呢 这两件事发生在同一天 它之间是有关系的 习主席呢 死了 这是傅政华或者说政法系统 放的消息恶心 习主席 枪逼了 驾崩了 而傅政华被判死缓呢 但是习主席呢 报了这个绿帽子之仇 给你判个死缓 没判你死心的一致心就不错了 双方呢又一次过招 大概就这么一个情况 明白了吧 土工的事情是很狗血的 当然这是我的朋友给我传递的消息 是真是假 你自己看着办 反正我跟大家把这个故事就讲清楚了 就这么一个夜色啊 谢谢